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姐 你要干什么 听说华爷爷还为了给你治病丢了性命 把华爷爷的骨灰还给我 你嫁不嫁 不嫁我就摔了这骨灰怪 你别 我嫁 我嫁 好呀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小狐狸明明就是一副病肉 却还长得楚楚动人 真是晦气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不起灵儿 之前的话是我考虑现家 快拿东西把华老头的骨灰装好 嗯 木犁哥哥 你是谁 这又是你从哪儿勾搭来的男人 你管我是谁 你 你居然敢当着学家重尊长顶装我 找死 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说出来吓死你 我不用知道 我不用知道 在我眼里 你们只是对灵儿羞辱欺凌的恶灵 是我眼中的刺 肉中的钉 这无垢圣人体的化气微星之术 可以利用体内钢气化化出各种冰刃 还真是好用 我很生气 原来世上竟有如此不堪的家人和族人 我不应该把灵儿往火坑里退 你的恶我回报给你 记住 你说什么 你哪来的鞭子 大大笨小姐 这是在薛家 这是在中金武道家族的厅堂之上 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这是 放开我 卑鄙 我这就卑鄙了 比你如何 身体 身体像在火中炙烤 住手 快住手啊 什么 无中山友 暗器微星 武道界还没有听说有这等神功 今天算是开眼了 女儿 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若琪 这就跳不了了 若琪跳啊 我的女儿 你 你 还我女儿 好 这就让你们团聚 老二竟然被一个外人在薛家中间的性命 这真是我薛家拜年来的七尺大辱 你 不配做灵儿的父亲 不配做灵儿母亲的丈夫 甚至 你也不配做一个男人 怎么 你想淹了我 来啊 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你一个 除非你不是人 我配不配 还轮不到你来点评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垃圾 堆在一起也还是垃圾 你小的找死 我就不信你有三头六臂 混账 你这是在将整个江家和薛家宣战 宣战就宣战 你们薛家又能拿我怎么样 你作为薛家家主都这么弱 你们薛家所有人都加起来 恐怕也不够我义和之力 小子 你要知道 今天在场的 不到薛家族人的十分之一 别高兴的太早 你们还在等什么 放开我们家主 去那边好好反省 我该 你这个畜生 你够了 小子 你武功高强不假 但薛家乃是 在结江与我江家结清的家族 你这么做 我也没太不把我江家放在眼里了 江家 你看我有哪点 是要把江家放在眼里的 小子 你什么意思 在江南省 你是第一个敢这么说的 哦 那又怎样 你当真不怕江家的报复 这种实力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画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元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诛 就连斗雀公的孤武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盛离 盛离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叫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纠结了 别了 何时才能为您抱着呢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 周四 周六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要事出品 好吧 我让你带来玩 也论了 那时就会被捡